Hello 大家好我是Mandy 很久不见 就是很久没有真的好好坐下来 面对镜头 其实过去有好长一段时间 我已经没有很认真在经营频道 应该说有几年的时间 2018年开始就没有什么在认真经营频道 必须跟大家诚实的讲 其实是我 开始新生病了 对新生病了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正视他 这个病他不是这么外显 然后我也是一个 不会去告诉别人 心里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不知道去怎么讲 自己的心里发生什么事 而且我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 不是不是应该不是我是很开朗的人 大家对我的印象就是 我是一个很爱笑的人 然后很开朗的一个人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把我的痛苦 传达给别人 你知道吗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说 那我很多时候我都尝试要说 像现在因为你是相机在我面前 这样去传递的时候 我觉得OK 但是当我真的遇见我的朋友 家人我身边的人 我每次提到这种新生病的事情 我都是用那种很开玩笑的口吻去把它抬过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 我表达出来的东西 跟别人接收到的东西 是不是一样的 那同时呢 其实我也是很怕很怕被 就是很怕被评断 所以我很害怕我表达不好 或是我表达的时候 我所带给他的情绪 是不正确的 或是造成别人的困扰 所以对我来说其实 有好长一段时间 我笑的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笑 还是不笑 就是应该说很长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自己的笑非常非常的假 拍影片的时候我发现我 就是一种不真诚 因为我会想要呈现的样子 就是 就是我很想要那种很快乐 很极致兴奋的那种气氛 但是我发现 我已经不是那样的人了 我所呈现出来的样子 就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 然后我就一直一直很犹豫 到底是还要去拍影片呢 还是不要去拍影片 但因为去年我不是 年面曾经失调吗 我发了影片 分享给大家我的发病过程 我突然觉得 诶 我的影片好像又可以 是一个好的存在 2021年 我要让我的频道重新出发 好像我讲得很无伦次 但是我这个iPad 又好想好好记下来 我想跟你们说什么 就是2019年的年底 你们曾经失调 才开始正视这件事情 因为突然有时间 真的世界和内心 就是停下来了 因为你 你这个病啊 已经是很外险了 它就是一个 给自己的一个警学 就要好好的休息 不管是 我脑袋在想的任何事情 我不要再责备自己说 你现在的工作状况不好啊 化妆接case接的不够多啊 然后你的作品那么烂啊 就是你知道 就是那些 责备自己的声音 在那时候终于 有缓下来一些 就是那时候的重点 就是好好睡觉 好好吃东西 然后好好休息 所以那时候才真的 开始 开始 照顾自己 其实在这个之前 我也不会承认 我其实内心有生病 忧郁的日子里面 帮助我最多 其实真的就是 看书啊 运动 现在让我快乐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处在一个 比较空旷的空间 除去生活上那些 非必要的物质 然后开始大量释出那些 曾经让我 视为人生中心的彩妆品们 看到这边 也许有人会生表可惜 就是我已经放弃 我的彩妆之路了 因为毕竟我也花了好大一笔 钱和时间出国去深造嘛 这个话题其实可以聊更多 我们改天 再来聊这个话题 今天最主要的主题呢 就其实我觉得 小东西 开始减少之后 生活上 其实需要整理的东西 也变少了 更有心力 去注意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开始尝试我的减法生活 减法生活 当然不是指我什么东西 就不买 就是我要开始 每天就检视我身边 我用不到的东西 我要去送出去 就是要给一个比我更需要他的人 所以呢 在镜头前 我的好朋友 就是你 那这件事情要怎么进行呢 接下来在1月的每一天 我会在我的Instagram上面的 现实动态上 发一个物品 那发一个物品的同时呢 我会有一个小礼物的标志 就是代表我这个礼物 是我要送出的 然后记得请帮我截图 因为如果你只是回我的现实动态的话 我可能过24小时再去看 我就看不到是哪一个东西了 所以记得一定要帮我截图 并写上我们的通关密语 hashtag 把东西分享给真正需要的人 然后将私讯我就完成了 ok 所以到月底呢 我会看大家累积了哪些 你们想要的东西 我会依次寄出给你们 那请大家到时候帮我出个60元的Seven 电道店的运费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真的很期待 这个活动你可以跟我一起参与 舍不得丢掉的东西由新主人 其实我真的会非常的开心 我不是说因为给出的东西大多 可能是二手商品 但是有一些可能也是很新很新的彩妆品 就是不确定 每一天就是给的东西会有点不太一样 那就请大家斟酌想一下 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 再来就是说你想要的这个东西 好 所以呢 2021年 对 大家新年快乐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